我今天是没有调辣 只有加一点胡椒粉 又是凉拌又是油炸 大厨秀巧手没扇两下 就完成这两道原住民创意佳肴 情人的眼泪以及太阳传说 我们今天展现的是 以来我们是用凉拌的 因为这种呈现方式 是比较容易比较简单 大家可能都比较好接受 原住民特色料理 首次进驻桃源农业博览会 吸引民众目光 不只好吃还有好玩的 每周六日在狩猎文化区内 还可以报名体验制作陷阱 竹枪及弹弓 深入理解狩猎文化 战地2000多坪的原民物产专区 可以看见台湾原住民族 各族群分布位置 以及重要农作物 也设置了市集主打部落农特产 与文创商品 国庆日当天还将举办 探索部落奇幻业 让民众亲身感受部落记忆的震撼 记者林中正桃源报道